而永丰金今天召开法说会竟然是如此形容台股的 他们说去年的台股是蓝宝坚尼 但今年是马沙拉蒂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会持续维持高档 换句话说代表台股趋势就是在高档 永丰金认为今年GDP上看3.19% 基本面没有风险 台股是在向上轨道中主导盘式题材 就是AI利率高股息 从基本面看就是18,800 但是你要考虑到心里面 AI有进来 那这心里面事实上造成了资金面 就是ETF就是去买这些AI的 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广达 这五档就贡献了85%的涨幅 甚至直接点名只要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广达 这四档不跌 台股就会没有败向 而小股民最关心的股力政策 永丰金去年营收获利双创新高 今年喊话一定会更高 近期股力一定会比股票股力多 我们希望能够兼顾投资人跟市场的期待 再加上未来我们公司业务的一个成长 永丰金鼓励力拼破一元 而对股市也是偏多看 好消息连连 也是替近期震荡比较大的台股 打击强行争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看盘都乱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